今年中元節三峽插角禮、金盡禮、友慕禮、三里聯合普渡 即大包西超度亡魂法會 希望透過共平祭拜 祈求好兄弟 让大包西延安一切平安 不再发生溺弊 立法委员吴启明也到场关心 自从有我们的插角禮、幽默禮、金盡禮 每一年联合来在基盘祭拜亡魂 在中元普渡,让我们的地方尤其在大包西这些事件 降格了非常的格 这就是我们的里长 有三位里长都非常用心 还有我们国家包括我们的苦工所 包括我们大阪跟我们的创当事长 大家都很祈祭祭拜的仪式 所以在这几年来大包西的溺水事件 都很明显已经检查了很多 今年在大包西中原普渡时 三峡叉角里长林昆朗 请道航高深的道士 到大包西沿线十大危险水域 免费超度历年溺弊亡魂 招引亡魂让亡者安息 让来到这里玩水的游客能够平安 我这里的大包机有一个比较清清 没有说一些玩魂像 找不去 我们就是要帮忙他们 所以我们一早就去聘在所在 去帮他们敲打殷魂 来我们这个 当地来这里 帮他们葡萄 三里做帮他们葡萄 让他们冠军去出事 这就比较好的家庭 除此老人是什么 他没有帮来 我有老人的魂 我们葡萄叉 我会拿去给他们 这里就是说 有来葡萄的人 我们就送他油 米 两种米 还有米菇 就有人嫁妇的东西 我们都送给他们 为祈求地区平安 三峡大报夕沿线商家 民众与救难协会 都前来参与普渡祭祀活动 希望大报夕日日平安 地方安详和乐 中家新闻 沈金华 吴佩山 三峡报道